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威有两重 第一个用的字极其少而且极其简略 同时有极内团 有极优微蹊跷的部分的资 来借此表达治国 治社会 治人伦关系里头的重大原理原则 所以借记就回到 唯言大义 记住原始只准用在 我们在讲隋属英词里头讲 众尼孔子诀 孔子末尔威言诀 妻师子过后以后大义乖 那个东西没有特别讲 那先讲了 什么叫威言 什么叫大义 现在最要紧的就是 孔子死了 当然就没有人在 春秋就没有人在修 就不可能再有什么特别的字 因为他认为这是孔子最独特的东西 实际里头甚至记载战国的传说 连孔门的高地 子有子下都不敢参加一句话的意见 不敢赞一词 就多一句嘴 但是孔子一身心血所寄托所在 强调孔子笔着笔 削着削 笔 动词 用笔记下来 就用笔记下来 孔子不用笔记下来 就不用笔记下来 要把哪个东西 削 用刀除掉 把那个痕迹去 它就削 所有人不敢说话 这是孔子一身心血所寄托所在 你说这不是历史事实 这就叫做根本不懂历史的人 相传出现的历史 比真正那个事情有跟没有还要紧 就跟林黛玉有没有这个人不要紧 林黛玉塑造出来的形象 借着这本书流传千古电视拍戏曲唱 那个林黛玉才是最真实的 这才是 一些人还活在过去古代的那种 遗骨变味上面 根本没有水准 连两种真实的意义都分不清楚 哪一种真实才是 更有分量的真实才要紧 听懂没有 林黛玉当然是虚构的 就算它原来有所原形 那个原形也不是最要重要的 要紧的是 林黛玉在历代产生的那个形象的 林黛玉才是最有力量的 小脾气 林黛玉才是最有力量的 林黛玉才是非常有力量的 你他妈的天天喊去中国话那群狗,也知道林黛玉,说他们是狗头是抬举了,狗有智慧,狗会学习,狗讲忠诚,那一群民进党的东西跟狗都不如的。 我秘密骂所有民进党的人啊,某些人,好,这就是威严大义,威严的方式就用作三种,所以威严大义本来只能用在春秋西,他一概经理都不能用,但后代用在所有的经理, 经书里面,而且最后可以扩展为所有当中类似的情况都具有威严大义,就任何一本书如果写得好像有些特殊的体力,或表现一些特别的观念,可视的话,表面不那么容易看出来,也都可以采取这一套。 但原生只准用在春秋,没有别的地方,而古人又认为,春秋是孔子的所谓最要紧的寄托,从整体来看并没有打错,没有错。 就算孔子,真的孔子他从来没有讲成过春秋,也从来没有修动春秋,根本不是终点,第一个。第二,以理论里,孔子绝对讲过春秋。 第一,你要知道,孔子是一个极为关心证举现实人,他想到一天一天就跟你讲做圣人,他做君子,就是孔子,孔子最关心实证,而有没有清楚的记者。 他问他的学生,在当时的全程济世的一条落实的死路,跟所谓的燃油。 对方说什么事,跟我讲,对吧,你们的组织,因为他是济世的全程当中,他到时才有些证据。 而我当时的学生当中有点,他说,你少来跟我合作,我虽然不再会, 你不管政治,也没有任何证据。你不要,如果我没有耳道神,或我,我不知道什么东西。 你关快给我老师交代。孔子的话,经常的话,政治人不动着就来访问他。 然后他就教导,你政治的原则很简单,你要什么去除中国,不贪污, 首先你自己跟他妈,你的那个老婆,你的女儿,就少帮他们去美国念书。 你的老婆的话,你去你家亲戚,首先的话就是去。 还有所有的政治局,我觉得,所有他们的一个局,不是这个问题的话, 那你不过是假地,他不能立即政治肃进。 就这样子就去结尾了。 孔子在当时的话很简单,对当时的政治人公然有评价。 别人问他,这个人算不算是人?不算。但是可以叫做亲。 这个人算不算能够用人来称呼他?不算。只能说他非常的有智慧。 就算他的笨,笨的也有智慧,其余也智。其之可及也,其余不可及也。 就是他那个看似于大智若鱼的鱼,那一点你是记不到的。 所以从孔子对于现实,第一个,孔子不是玩古典的。 孔子最关心的是当今跟未来。这是一定要懂的。 唐古代也是为了古为金庸,所以记住,毛泽东那一套什么东西到底封建? 古为金庸,古为金庸。 最继承史记的太史公,也讲的是这一点。 记载往事,再往事。 思来者,思来者,考虑的是未来,不是王古董。 数往事,思来者。 数,那就是已经有了吗?我只用我的话再去数一遍,或者把它翻译得比较平淺一点,或者是把它删解,写这都叫数。 它不是作文,数。 所以,孔子有没有占过春秋,绝对,在我的想法理论,就理论,绝对占过春秋。 至少对你,鲁国的历史的记载绝对改进去。 鲁国的政治绝对过问。 后面被讲的,什么孔子有没有占过春秋的话,是什么? 那是他自己的整个脑子不清醒的见解。 根本没有要解孔子的歌星。 也没有把论语系统。 所以,最后如果复回到孔子对于春秋这本书的参与之深,那么,很自然的发展。 好,公娘家,土粮家都是采取这种。 所以,他们就经常被发现。 他的那种做法就是经常问,为什么要写这个字? 写这个字,什么意思?何也。 为什么先说这个,后说这个,何也? 意义在什么地方? 为什么要这么写? 强调的是什么? 都是一问一答,一问一答,自问自答。 这种方式只有功夫两家人,后来也任何一家的美好。 这个东西非常好对我形式。 我十九岁的念工章段,借此去念其他自己。 以字字变形。 正对功夫两家人当中是完全不懂。 但基本的莫子,直到一个皮毛。 不断自问自答。 不断自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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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是什么叫国学? 根本裏… 皮毛都没摸到。 下面就要讲了。 供良家的有特殊的讲话 供良家因为几个条都是放供良家的 所以没什么可以讲 供良家讲究三颗九指 不是分作三 这两节式 而是每一颗里头包含的三颗项目 懂了吗 所以三颗就是九指 就是以总而言三个大纲领 每个大纲领都有三个小纲领 所以就叫九指 懂了吗 以细分就叫九指 以总论就叫三颗 所以不需要去记 那三颗讲什么 只要知道九指讲的是什么 一颗一颗一小分的东西 巨鲁 青州 或者叫青州 步骤 就是步骤 步骤 为了 fines 禁 要改读 不能如此读 要读为信义 二科的四到五的值 那就是 所见识 所闻识 新闻的闻 所传闻识 和七到九指 第三科的七到九指 内齐国 这个齐国就是支路国 而外诸夏 夏已经跟各位讲过 凡是周家的 这个同盟邦国 一律就代表了 诸夏 这群全部从西方来的周家的这些 所谓自己的子职之国 已是一同盟邦国 后来更扩大 整个的周朝天下固执的都很重要 只管鲁国 其他的国家不管 用现场话说 只管我福建 只管我广东 其他都是外省人 那些我都不管 四川人都认为 台湾人已经就是基本最狭隘的可笑心态 其实就是人家省都有的本省人 外省人 教什么叫外省人 第二个 内最后进发展 内珠像而外省人 好 整个的只讲中国人 中而不再分什么内 什么广东人 青海人 陕西人 东北人 完全没有在这个 都是中国人 但是 于别的国家 日本人 韩国人 英国人 法国人 我们看 外遗 最后世界大国 天下北京落地 大国 俄国 美国 小国 瑞典 甚至新加坡 他们还是跟鸡蛋一样的 远的 格林南 智利南极 近的 就在旁边 菲律宾 越南 韩国 天下大小 远近如一 好 先讲第二 二科 四到六指 就是 它记载的时候 它要分 阶段 所见识就是 我亲身经历 看见的时代 好 那一个 什么叫做 我 我治谁 孔子 孔子 亲身经历 看见的时代 孔子 他亲身经历 孔子生命了一年 鲁湘工二十一年 这是第一个说法 第二 鲁湘工二十二年 第二种说法 这个说法 基本上 变成大的差异 顶多是利益法 方说的条件 懂得明白 意思没有 如果 根据英令 我是民国三十九年 所以 那应该是二零 加算二零四五零 是不是 就是算一种 加一九十一 一九 一九十一 一九十一 好 一九十一 好 可是根据 杨历 我是四十年 我四十年 所以 那就是一九十一 对不对 这些人才说 没有考虑 懂得我意思了没有 究竟算三十九 还是四十 究竟是一九 五零 还是一九一 这个 纯粹看立法 根据什么道理 因为 我是在年底上的 以英令 我是十二月 以阳令 我是一月 这就根本不是问题 有天球在上的纠缠不清 很无聊的 就是根本 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明明可以轻易予以化解的 在那边纠缠不清 讨厌死了这群邪气的乱货 不去解决问题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问题 把不是问题的当问题 好 童子生战 相公二十年 报二十年 报二十年 现在问 那照道理 应该从相公二十年 还是算所见十额 算 我也是吗 我再也问 请问四五岁小的 他能解决 你四五岁你见到什么吗 幼稚年 奶奶 外婆家 邻居 你见到什么 还要什么 还就是电视里头告诉你那一套 而电视你根本也看不懂国际新闻 就算里头告诉你叙利亚怎么打仗 什么 IS 或者是什么 你根本都不知道 你知道的就是卡通世界 动脉 再说 鲁相公总共在位才三十年 他二十二岁 换句话他八岁 请问 一个八岁就是小学三年级的孩童 见到什么 你请跟我讲 我刚刚是说四五岁 根本还更小 幼稚园 八岁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童 能知道什么 你跟我讲 当然你进了小学 你当然也知道有美国 你知道中国 中国有多少二十几个省份 有大海 不少很多的少数民族 你到了 这个时候 你大概知道所谓几个大的国家 知道所谓俄国 有所谓的美国 有所谓的日本 有所谓的德国 有英国 法国 好 知道这些 好 你当然也知道几个大的海洋 所谓的太平洋 大西洋 跟所谓印度洋 当然你这些多少 请问还知道什么 所以你实际知道的是极其有限 这些人是一个小学三年级的大革命 在台湾的大革命 在台湾来讲 都没有听过 辛亥革命或许你听过了 在台湾 讲矩命或是一旦地更着几个大革命或俄身 十二宫划分的 就要除以 是不一样的 那个划分那个阶段 子天人 不 observ 就是以后头的 背后的 将地用刀 招心 这后的 招相 也是 所以 十二宫划分的 只要除以 这个小孙子在膝盖上说想当年的事情 我的父亲亲身经历而后传给我的 所以我是听到的 这叫所闻事 因此他的所闻事 是这个阶段 他的祖父到父亲活的年代 十二宫 从宣宫开始到宣宫 西闻乡 闻 宣 成 乡 所以我讲过 特别要辩解乡为什么会算到所闻事 懂得意思吗 我小时候的事情我自己搞不清楚 几乎都是我妈跟我讲的 我才晓得我小时候曾经那么蠢过 我自己都忘了 还有是我姐姐跟我讲的 就是我小时候 我就举个例子 有一次回家还揍 揍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小孩子都会穿 我不知道幼稚园团有个制服 我们就是围兜兜 就是那个白色的围兜兜 就是那个白色的围兜兜 上头记得那个小学的名字可能是什么 快乐 快乐幼稚园或者 再新 在我小时候上再新幼稚园 或者的话记载的话 这是什么的话呢 是什么 一个特殊的名义 光华幼稚园 就写了幼稚园 好 我的代代里面 都是沙子 然后我回来给我揍 那当然了嘛 弄脏了嘛 那为什么你要放一些沙子 我都不知道 我完全不记得他什么家母跟我讲的 就是太小了自己的死 闯祸自己的 王国民要我放的 所以我记得欺负我的混蛋 就是这样子的 王国民 他是个恶霸 我倒是有印象 但叫什么名字 他叫我放的 所以我乖乖就放 就像个呆子就放了 霸凌结果 这就是所闻式 所传闻式 当然也就知道 从隐环西庄敏 到西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